我是夜 今天的视频的容论就是非常简单粗暴的 蓝蔻新时装的测评 赶紧去就直接看去吧 视频开始之前一定要记得长按点赞 三连一下 收藏投币收藏投币收藏 先说一下我的肤质啊 我是一个敏感油痘皮 敏感肌 然后又很油 然后又有很多痘的痘印 就很惨 你惨到什么程度呢 接着往下看 你们看到我的素颜就明白了 现在看到的是刚刚涂完护护品和防晒的脸 会有点油 但是慢有办法呀 哇 在日光下 皮肤瑕疵看得好清楚 现在肉眼可见的瑕疵啊 很明显的 肤色不均 这种红色的小痘印 还有这种发红的痘痘 毛孔啥的也比较明显 总之就是问题还蛮多的一个皮肤 首先呢还是先涂一下妆前乳 比较容易出油的位置 对没错 依旧是分装测评 是蓝蔻的新持妆 颜色好黄呀 我没有选错四号吧 哇 看质地是这种比较稠的 挤出来的时候很费力 咋是样 感觉这个质地蛮厚重 哇 哇 是这种啊 我有点吃惊 我就听它这个名字 蓝蔻新持妆 我以为是水肌粉底 就是那种像水一样 流动性很强的 我以为是那种 在那里边看起来很黄 但是上脸就也还好 没有非常的黄 妆效我喜欢是哑光 就带一小丢丢光泽的这种感觉 遮瑕还蛮不错的 涂上这个粉底 我整个人撕掉都不一样了呢 没带上之后是这样的 感觉 这个质地看起来更像遮瑕膏一些 瑕疵的位置叠加一下 五一点十分 刚刚上完粉底的样子 那个涂在上之后 有一点点黏 但是并不会腻 所以定妆 这边是没有定妆 上完妆的妆效 鼻头这一块刚刚上妆的时候 上粉底的时候 好像忘记涂了 我涂了这半边脸 涂了这半边脸 但是鼻头好像蜡下了 就涂了一点点 哎呀 已经上了散粉了 是不是就这样吧 那我已经把整个妆都化完了 下午两点二十分 底妆过去一个小时零十分了 现在照镜子来看的话 还没有这么不妥 都还挺完美的 对 现在是下午的三点半 目前来讲都还挺完美的 没有任何问题 那我们就八个小时之后再见吧 现在是用很大一台单反拍视频 为了就是更高清一点嘛 不太方便上班的时候带着 嗨 我来了 我刚下巴好热呀 虽然开了空调 但是我先擦一擦汗 真的好热 现在是连程12点多 再近一点 嗯 现在 有一些浮粉 我的天呐 我有点吃惊 在显示屏里看吧 然后我感觉好像不太准 我去拿镜子一照 我的天呐 这个妆效绝美 真的是 我吸一下油鲜 开始上妆的时候就没有 就没怎么涂到的 然后现在它脱妆了 就可能是和我肤色比较贴吧 这个粉底也看不太出来 能看出一点脱妆来 第二鼻翼是已经脱妆脱没有了 然后有一些卡粉 它也是卡粉 肌线比较严重 发练纹这里又 发练纹这里又有一点肝丸 就除了鼻子 这个粉底它没有其他任何问题了 哦 我知道了 现在感觉这个状感很漂亮 可能是因为高光 高光是先帝尼卡的那个 能看到它这个光泽吗 就是 差不多就是这样 一句话总结一下 这个粉底液吧 然后新书